早晨 亦都很想跟大家說早安 今天我們講了酵母如何俗養 今集我們想講如何起酵 起酵之前要跟大家講幾個 比較我們會遇到的疑惑 或者我覺得這個不是疑惑 甚至是錯誤 有錯誤嗎? 酵種不是丟一堆便足夠 對,真的丟一堆便足夠 但問題是很多人把很多東西丟一堆 這才是一個問題 好,這次我有一個道具 或者有一個橙 想跟大家說 這個橙有些有趣的東西 看到有八點嗎? 這個八點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就是魔來的 按下去會比較軟 這隻手做得多 這隻手做得多 應該會比較感受 是不同的 你會對軟和硬有個分別 但是這個我真的練很久 我的師傅是國家級的大提琴手 他的手藝和言力 可想而知 他的鬆緊的感受是多強 我很欣賞他 很佩服他 他做了二十六年師傅 當然 我跟他相比 還差很遠 很遠 但是 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 你會發覺這個 是特別遠一點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已經吃過橙 都知道 這個是因為 它已經有細菌感染了 可以嗎? 有個概念 好了 其實 這種細菌感染 或者這種細菌 周圍都是 多的事 只不過這個 這個橙皮 也受不了 橙皮 有一個很好的 對橙的保護層 這個橙的保護層 理論上 你沒有切開它 是無菌狀態 是很厲害的 所以 有人切開 炸完橙汁 那些橙汁 就可以這樣喝 為什麼? 無菌 如果處理得好 洗乾淨的外皮 切開 炸橙汁 就可以了 甚至 如果你的炸橙機器 一二十四小時運作 不停出產 不停有橙汁出來 炸橙機 幾乎是不需要洗的 因為它一路 有些 無菌的liquid 去清洗 你那部炸橙汁機 可以嗎? 所以 很好 很正 對身體 很有益 但是 造物主 我們天父 為了保護這個橙 去發明了一個橙皮 這個橙皮 是保護它的 因為世間外面 太多的細菌 而這些細菌 往往整天都想攻擊這個橙 因為這個橙太甜美了 明白嗎? 它裏面全部都是 糖 極多極高的糖 細菌都要找食物 這個這麼好 這麼甜 這麼正的食物 我當然想 摔掉它 所以這次 這個橙皮 這次的細菌 可以找到機會 看到嗎? 它開始 攻擊這個橙皮 之後這個橙皮 會怎樣? 變酸 壞了 不能吃 很難吃 很難聞 或者 發霧 在外面 遲些會發霧 開始已經沒有了 霧不是不行的 你吃的 腐乳本身是大量的 但腐乳也要選擇 但腐乳的研究不多 我只知道 如果腐乳是白色的 我建議你吃 腐乳本身的表面是很長 很白的腐乳 所以對身體有益 當然 如果業際如何處理 這是一個問題 但不是因為化霧而無益 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現在這個白霧 其實我都覺得 我切開後 我還會吃 但如果它再長下去 變成六霧 你不要弄我 我一定會把他弄掉 可以嗎? 好了 回想一下 這個細菌的外皮 是霧 而這些霧 是一些細菌 它會發展成毛 或者發展成烤 這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會有菌 而且它經常都要找食物 糖是一個很重要的食物 好 好 我又想一件事 如果你把這個鏟 真的把這個鏟 當作這個鏟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毛 沒有性 將它打碎 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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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水素 還有一些質 物質 有些橙渣 或橙泥 好了 將這些 來起酵 可以嗎? 我可以加一些糖 其實我不可以加糖 放在那裡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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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酒就是這樣做的 其實 在做麵包的酵母裡 都有一種酵母是這樣做的 這種酵母 我們稱為水果酵母 就是用水果來做 水果酵母 以我理解 有些人做法 是會用提子的肝 即是用提子的肝 培養出來之後 曬乾去一粒一粒的提子肝 以後 將提子肝浸水 浸水 浸液體 浸水 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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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要提子榫 液體 好了 液體 液體 酵母 液體 液體 肝 稍後再跟大家說,總之它裏面有酵,而產生酒, 然後再產生酒,然後排出異樣化 回頭問,這些菌是甚麼菌? 你這些菌吃不吃? 你正在吃這些菌 想想它 還有,它以甚麼來做食物? 很明顯,裏面有大量的果糖,還有你加了很多的糖 去吃的食物是糖 行不行? 好了,你記住這個概念 我遲些告訴你,出了甚麼問題 因為,可以扯太遠了 但你記住,你要不要吃這些的橙 如果你要吃水果的酵母,要不要吃這些的菌 好了,我們看看如何起酵 我們會有奶和水,只有兩樣東西 不要加糖,不要加水果 只是兩樣東西,麵粉和水 OK 好了,我待會來這裡做 我先停一停 我想請看,去看